氣味 這次我是對材料本身感興趣 感覺材料本身的語言很特別 九零年我們那個工作室 各劇院那個小劇場的一場大的火災 好像冥冥之中找到了一個領域 火災現場撿來很多的燒壞的殘片 全部收集到工作室裡 很興奮的就是每天都經常是通宵的在試驗 知道會有一個新的語言能出來的 每一個碎片其實都是 像一個畫家的筆觸一樣 我只是用材料替代它 我更衝向於遊戲的來做藝術 這個比較開心的意思 澳門的經典的風景有很多 這次做澳門的印象系列 沒想到澳門有這麼豐富的文化和經典 到每一個地方 我都很喜歡收他們那個歷史的老照片 就是美高美的現代酒店的一個 不是小瓢的 蒐集了很多的澳門的錢幣 然後背景我用傳統的中國文字文片 然後把他們的整個一個 美高美的標誌的獅子用在上面 但是裡面我會用了很多傳統的 中國獅子的造型 用具體的一些圖片 要比純粹的繪畫 我覺得更多的細節內容 這是一般的純粹繪畫 是很難達到的